老師好 主持人好 各位超麻的家人 大家好 好 我今天應該算第二次上考了 不好意思 在接觸超麻之前 我覺得也是事實 像我的婚姻也不圓滿 然後跟小孩子之間也對談 經濟也不穩定 就是沒有很穩定的收入 在婚前就一直要考公務人員 在婚後也是一直在持續當中 就這樣子至少都有十年以上 然後呢 從老師的面對面這樣上課 到結婚之後就寒受的 從一般的班一直繳到保證班 然後我班同學大家都考上了 就只有我 唯獨沒有考上 那一般的話可能就是 今年可能差零點幾 那明年應該是會考上對不對 可是個活剛好相反 就分數越來越多 你知道嗎 然後就覺得說到底要不要放棄 因為不甘心嗎 因為我覺得說 為什麼我這麼認真 過程這麼的努力 那比我更不認真的的同學 為什麼大家都會考上 我就很懷疑 然後就一種不服輸 一直很執著 銅牆鐵壁就是不放棄 因為一般考試放棄之後呢 可能就是休息一天 然後每天就是圖書館跟補習班 日子呢 日不一日的 所以我會覺得說 欸 考上公務員 因為就是穩定嘛 然後沒有後顧之憂 就覺得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那結婚之後呢 還是就是把小兒子送上去 就開始讀書 可是還是本來都是沒有考賽 那直到有一次呢 因為有一個姻緣 結束到這本超級生命馬這本書 那回家呢 就很認真的看了 就很震撼了 因為老師的書呢 每一個字每一句話呢 就是很像 是真的喔 不是很像 是繁華文的經典 會聚聚入行啊 那很感動又很震撼 就把老師的書全部買回來看 然後也自己不懂得做刑法 隨意的做 結果跟老師各自呢 還是不放棄 問老師說 老師 我可不可以繼續考公務員員 老師說 今年考看看再說吧 然後那時候我就想說 啊 既然正好相信老師 我就考看看有沒有再說吧 那考完之後呢 就工作也比較穩定了 見入佳境 那在各自的當下啦 可能就是因為一連串 可能在這個負面的那個環境裡面啊 太久的磨合起來 所以在各自之後 一下子呢 天地呢 就送了一個大禮 經濟方面就不用太擔心了 那各自之後 我就是自己也會看書 然後參加讀書會 但是頻率也不是很多 直到真正有機會 我就參加 持續發書 然後呢 也是跟一般的朋友 還是不太敢接觸陌生人 分享愛跟感恩 還有就是送書 因為我覺得自己是一種很悲觀的人 然後西門也不開 就是很否定自己的個性 在超馬的當下呢 我就是覺得說 欸 改變自己 把西門打開 那巴蘇的當中 我會覺得說 平平淡淡 好像沒有什麼大起大落 就還可以 一路上就覺得還不錯 直到去三個月 我女兒 因為我女兒的關係 然後發生了一件事情 然後讓我損失了一筆不少的錢 當下我就會覺得很自責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說 對不起平地 然後對不起老師 也覺得說自己很愧對自己 為什麼 因為每個禮拜都會來上課 禮拜六都會來上課 回去呢 然後也會再聽音檔 再把它聽過 再整理過古蹟 可是為什麼這個進來的時候 自己進來是這麼沒有智慧 就代表自己一定有問題 老實說要像地坎式的收縮 結果當下我就發現說 因為沒有真正做到100分 可能那個力道就是不夠 可能就是50分 你覺得 欸 好就不錯了 結果我就覺得說 這樣子一定要痛定失控 我們可能在那個進跟向都不優雅的當下 我們可能會埋怨 會覺得懷疑 覺得這個抄馬系統 欸 怎麼跟我之前想的都不一樣 所以當下就先把自己的心啊 很篤定的告訴自己啊 就是自己的問題 為什麼 因為自己沒有把老師的每個字 每個話呢 可入心 可入自己的潛意識裡面 是自己一定有哪方面的缺漏 那兩天喔 那兩天我就非常的自責 很用功 就把老師 因為老師上課我們一定要做筆記 在最落寞的時候呢 筆記其實就是很好的療癒 還有當你心情不好的時候 你隨意給一個音檔進去聽 那個當下可能就是你先進那個答案 你就可以過然而然的開通了 那我在看這些筆記的當下 我就發怨喔 我就覺得說人還沒有 人在沒有痛到極致的時候 沒有苦到極致的時候 可能不會想要處理 然後我們的習氣呢 就是我們的好朋友 要由這個手轉身 其實就是要改變 那改變就是很痛苦 沒有改變呢 就是一定是沒有機會的 在我們結束操碼的時候呢 是非常的生疏 由這個身要轉熟呢 需要學習 需要智慧 需要領悟 然後呢 你才看到前面的風景是真的不一樣的 那我會覺得 在那個當下 我就發一個願 以前可能就是發書啊 那可能願就是這樣平平淡淡的過 我就告訴我自己啊 以前我們很怕發願 是因為我們自己會做不到 那今天發這個願 就是要利益眾生的願 不管我這個結果是做的如何 但是在發願的當下 那我就告訴我自己啊 過程一定要盡心盡力 結果就交給天地 一定要很認真 那當時有得香的 得香小卡 我就每天啊 去把 利用上班之計呢 就把得香小卡 只要遇到對的人 善的人 有英美的人 就持續把那個真誠心 恭敬心 因為真誠心呢 就能感動眾生心 以前為什麼這樣子昏昏暗暗的 就代表說自己的恭敬心都不夠 那發到那個100分的當下 就看到自己格局呢 變大了 然後遇到街營的善鳥的人 格局也不同了 我記得在 有一次剛好在捷運站的附近 剛好是有機店的老闆 那月租是要10萬塊 那我就跟他分享 我是賢重幸福小卡 我跟他分享說啊 這是一個正能量滿滿的 建立的啊 你好 我好 共和共有的社會 太陽聖的老師 然後也介紹天文化是一個 沒有任何宗教色彩 沒有任何宗教色彩 身心靈資訊 你的教育機構 還有弟子各位 蔡里旭老師 就跟他講了靈靈種種 然後他一直點跑 他說 一句話說 他娘聖的這個人我了解 因為他一直在做善事 那他也很感動 感動有老師這位人物 然後也感動我們善養的超忙家人 能夠去做善良的事情 他就跟我講說 你上來二樓看看喔 我們二樓的話 格局非常的方正 而且他們只有租 譬如說團結來上課啦 或者說有機店他們有舉辦一些講座 他們只有租給這些團體 那裡面呢 他還有講師的休息室 也有那個化妝室 應有盡有 很像個藝術部 什麼都有 裡面比這個還要大 他就說 只要你們來上這邊的經營課 第一 我不收場地費 然後低消也沒關係 到最後聊到最後他說 你們直接來上課 你們可能都會煮水餃 跟你們學員吃 因為他們很認同太陽聖的導致 發很感動 那接觸到這位善良的人 其實他一直在做善良的事情 有時候你會覺得冥冥當中 天地一定自有安排 他就跟我講說啊 我們在這邊營業啊 那他呢 遇到穿紫色衣服的人 來這邊拉信徒 就是他們的客人在吃飯嘛 就往那邊拉 然後就跟他說 老闆 我跟你講 惡龍 不管你價格什麼 你就輸給我吧 然後他來這邊上課 然後老闆就跟他講說 我不煮給你這個團體 因為他知道什麼是正的 什麼是不正不善良的 他很清楚 所以我們會很感動 為什麼 因為當我們出去在分享超麻 跟做超麻的事情 你會覺得遇到的人他都很認同 他不會潑你冷水 他很感動 感動說這個社會上還有這麼好的 你在做這方面的事情 我們會覺得信心滿滿 只是你要跟不要踏出去那一步而已啊 那第二個 我媽媽因為他是長肌炎 在中部 那我就會接他來北部治療 那他不是一個一般的美甲 就是比較屬於比較專業的 那之前我都會發書嘛 裡面的員工他們看你很感動 結果員工會影響員工 那員工的話就變得他們好大 員工自己會來跑來這裡買書 那有一次也是因為發了大院 就遇到了這個老師 老師的話他本身都是在電視台 還有就是一般的醫生專業的 都是他在教授 結果有一次剛好幾個月之後就遇到他 我就跟他聊說 老師請問你有看到這本千年思雨嗎 還有療癒全力啊 他說原來是你送的嗎 他說對對對 他就說這本書真的非常的好 因為他們你看這些善養的人 其實他們背後都是很多 都是真的在發願 然後回饋這個社會 我們會很感動 那他就說他很 因為我們是去都會飛很多出去 去那個店 那他說我很認同 所以我把這些書都送給我的客人 我的客人也很感動 然後就你可以幫我寫 我可以看怎麼樣的啊 我說看聖老師英達兩千多字啊 都不用請的啊 你可以聽看看啊 然後那個蔡里旭老師啊 地址回去寫自己的一把子 結果他說好 我回去一定要很認真的看 然後還要教我的小朋友 所以就是還很多的case 那我是覺得說 有時候我們不敢發願 是因為我怕做不到 但是真正發願去落實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真的就是不一樣 那個勁就是改變了 有時候老實講啊 看似曲折小路啊 整個彎就是抗裝大盜 因為我們這紅塵中啊 太多誘惑紅塵很難耐 千人千萬苦啊 苦苦不相同 每個人苦真的都是患糖不患藥 只是每個人苦的頂真的是不一樣 八大苦的可能是親子關係啊 佐理關係 婆喜關係 千關情關關關都能過 而且求不得苦啊 像我為了公務人員 是考到自己四幾年都不放棄 就是青春歲月每天都在讀書 讀到我媽媽說 請妳不要再讀 趕快嫁出去吧 趕快去向親 因為再讀下去也沒有結果 可是嫁得也沒有比較好對不對 所以我會覺得說 選擇真的是比努力重要 當妳方向正確 真的是不怕路同妖遠 所以老師有時候會這麼的 希望我們一定要勇往精進 一定有他的道理啊 有時候我們會感受良多 感受良多是因為在這個境當中 有時候不要覺得說 這個境來磨就是不好 好中有壞 壞中有好 好跟壞 他絕對是沒有絕對的 只是在壞的當下一定懂我們成長的背景 可以讓我們更成長更改變 還有就是像我在分享的過程當中 老師一直強調兩句話 很經典的名義 有時想無時 莫奈無時想有時 然後就是要勇猛精進 恨鐵不承擋 我一些課就是接觸的個情 像有的在色經地位非常的有成就 在最高學徒也是很強棒的教授 但是呢他們也應該是專業上也是專業的專業 非常的優秀的人 然後出國留學再回來造就這些學生之類的 那因為有很年輕就失智 有的就是憂鬱症 那失智的人呢 黑夜跟白天其實對他來講 他也沒有什麼不一樣 他只會告訴你 欸我為什麼變這樣 也很年輕 他逛的很快 就是他的病情是加速的非常快 那憂鬱症的人 然後跟你說欸我不想活 因為我覺得活的沒有意思 那你問他們說欸你有沒有想要改變 他們會覺得說生命就是沒有可期待的 那之前那麼多的專業啊 你在請教他們啊 他們會說他們其實都忘的感恩經了 所以我說我們會想想嘛 一個人差不多三萬多個日子 那如果說你不精進的當下 真正看到當下那些那些笑的時候 如果能夠那個老師講 心能夠敏銳度能夠強一點的時候 我們就會害他 為什麼 因為無常呢沒有預警 無常的時候來敲你的門真的不曉得 無常先到呢還是明天先到也不曉得 所以老師為什麼一直想說突破再突破 突破不了就是自己的弱點 當你自己的弱點 如果說你改的越少 那麼我們成長的機率就越低 心就會更虛啊 所以老師說啊 夢醒就是 就是起飛之際啊 夢醒的時候一切就品質太難 有時候當下現在那個靜的時候 可能我們不是很OK 但是那個一向也是讓我們成長的 所以我就覺得在座的各位啊 用心然後真的不要想太多 就是認真的去做操碼 然後講操碼 就是不要看到那個目的 只要這個過程啊守住自己的星光 然後分享自己的得知了 很多的靜啊真的會不同 連在池中啊觀清靜 人在城中啊練心靜 渺渺皆是練靜之鄉 我今天分享到這裡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我們來的開玩笑 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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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我們平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